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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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雖然是罪有應得 但是在審判之前都是疑犯 當事人無論脾氣如何 成就如何身價如何 上堂作功是免不了的 如果拒絕不去呢 暴快遇到這種情形 如果對方是講理的 我們就跟他說理 如果對方想動武的 我們就跟他動武 如果有人忽咒而去呢 我們會令他插應難非 寸步難行 那我還沒見過 不妨試試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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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手 快點停手 沒傷人了, 沒傷人了 多有得罪, 多有得罪 現在算怎麼樣 在前一陣子 我被歹徒追殺 到了現在, 我又被暴爺拘拿 我們古北口 還有沒有是非公理存在的 誤會, 誤會, 全部都是誤會 三少爺, 請你給我一點薄面 請, 請 好, 我們回去吧 童爺, 童爺, 這件案子怎麼了結 問咬銀, 他說怎麼了結就怎麼了結 童爺, 故北口 也沒有是非, 也沒有公理 有罪有勢的人都說了事 童爺, 有事嗎 找你爹聊天, 他在這裡嗎 我爹在屋裡亂走 童爺, 找他有事嗎 你想想, 大概去年二月份 你有沒有載過一名女客 想銀翼山莊 那你就問到我了 接了女客想銀翼山莊 又何止一次 她是從銅鞍上車的 而且還帶著一個琴 和一副琴架 你這麼說, 有點印象 在二月份在銅鞍上車 還揹著一個琴 沒錯, 是有一個這樣的人 那次是由我跟車的 我記得那個女人 大約三十歲左右 我還記得她是從銅鞍 去雲翼山莊做奶媽的 沒錯, 還是那些年輕人, 好記性 我想起了, 我想起了 童爺, 他是個大美人, 大美人 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我們以前是不認識的 我載她上山中 純粹是巧合的 我抓著客人, 她是在找車 那她上車的時候 有沒有人送行嗎 這層… 只有一個人, 沒有人送行的 你真是很細心 經過的事你也記得 小老頭, 童爺這麼誇獎你 來, 敬童爺一杯 童爺 再過沒多久, 她就可以出車 老老頭, 你可以在家裡 安享清福吧 說出車的事, 我現在正在頭痛 童爺, 你看得沒錯 你這個小孩, 資質不錯 如果像我一輩子 走大車, 有甚麼出色 是那個人才也浪費了 童爺, 你說是嗎 但我又想不到甚麼好辦法 叫她習文嗎?她又不是 讀書的材料 叫她習武嗎?她從沒拜過師 練過功 做生意, 我又沒有本錢 前兩天我想找海大娘 讓她在廚房裡做個學師 將來也有門手藝 找到飯吃 為甚麼不想讓她進宮門吃公糧呢 進宮門吃公糧 如果衙門沒人關照的 就算爬了一輩子也輪不到 你古北厚住了這麼多年 徵賦納粹從沒少過衙門 同鄉子弟長大成才 哪有不讓她 為地方出來的道理呢 如果你真的想的話 你跟我說一聲 讓我來跟你調理吧 小老頭, 這麼好 有童爺關照你 你又挺直腰子進衙門 調理的意思並不是這樣 我的意思是叫她加強磨練 當報爺不懂耍威風就行了 早上穿著警服 配了妖刀 出衙門的時候就龍精虎猛 到晚上回來 斷了手, 繃了腳 甚至是一身鮮血 抬回來的大有人在 那就是因為少磨練, 少調理 同爺, 你說得對 謝謝, 謝謝你 有今天起就請同爺 將我狠狠地調理和磨練 小老頭, 還叫同爺同爺 應該叫少虎才對 師父 不敢當…是你自己說的 過兩天別哭哭哭地走來 求我放過你 同爺, 沒得放過, 沒得放過 到時候你真捨得 有甚麼捨不捨得 我只希望他能夠 勞父出虎子 爹 你一定會放過 我只能夠你 我只想說那些 我只想說那些 我只想說 沒得到 你也想說我 我只想說那天 你不想說那天 是呀 都想說那天 我只想說那天 你不想說那天 你也想說那天 三少奶奶, 你先吃吧 飯菜都涼了 我們還是先吃吧 今晚這一頓 她不在金蘭花那裡吃 煮給她吃的還有不少花 今天在小四湖 搞這麼大的事 我看她應該沒甚麼興致了 說不定待會兒就回來了 三少奶奶, 三少奶奶回來了 被你說中了 我看你對她比我更了解 我作為她的妻子 真的很慚愧 三少奶奶, 待會兒她進來 你別生氣, 聽她怎麼說 我回來了 三少奶奶, 你終於回來了 你再不回來 三少奶奶要下山找你了 找我?去哪兒找我 我一下山就去了 王五爺的家裡 他們今天約了一群人 說要去樹林打獵 一見我到了就要把我拉過去 我說不行, 我的腰很痛 誰知道他們人多細重 七手八腳地硬拉我上車 一直搞到天黑 才放我回來 今天還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真是很有趣的, 真是很有趣的 我告訴你們 保證好聽又好笑 我們在樹林裡找野豬 一直都找不到 轉來轉去, 東炒西炒, 豬毛也沒有條 後來突然聽到一陣鬼哭神號 大家就跟著聲音過去看看吧 你猜發現甚麼 原來見到二三十隻野豬 聚了一堆 哈哈哈哈哈哈 仔細一看 原來是兩隻小豬 在拜天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旁邊還圍著一大群老野豬 我想這群老野豬 一定是來觀禮的嘉賓 哎呀, 那些老野豬 很有趣的 時不時摸摸摸摸摸身體 去摸摸那隻豬新娘 哈哈哈哈 我想這也是對豬新娘的關懷和慶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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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我們看得入迷 一直到太陽下山 厲害了, 厲害了 一陣戰就一陣飄了 我想除了有兩三隻野豬走掉之外 其餘的都被我們捉回來了 唉呀, 搞得一身黑泥 於是回到王五爺的家裡 洗個澡 換個衣服, 然後回來了 對了, 文九 這些是好東西來的 是燒豬頭肉 嗯, 香噴噴 我特意拿回來 讓你們嘗嘗味道的 三少奶 你說得很好, 演技都不錯 可惜你不是說給小雀兒聽 而是說給她在小四湖口半夜的三少奶聽 好嗎? 你剛剛下山 三少奶奶她就把我抓到小四湖口 所有的事她都看得清清楚楚 唯一看不清楚的 就是三少奶奶的心 真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說話朱良物事 沒甚麼其他意思 是怕你知道 我去了小四胡同 你又難過 是, 我去了 也見到金蘭花 我去的目的 只是送六十兩黃金給他 告訴他, 從此分手 跟著所發生的事 你已經看到了 也不需要我再多說了 這些都是事實 信不信由得來 反正, 菩薩就在頭頂 我今天對你打過甚麼妄語 遲早都會有報應 為了燒豬頭肉 在半山上透火 連衣服都燒著了 手指頭的辣傷 我知道我無論浪費多少力 都沒有辦法討好你的 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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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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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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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村, 又来问下面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 有人看到书房里有个黑影 有没有找到人 没有, 眼花看错了 对了, 少爷睡了没有 睡了, 睡得很軟 好, 解散 好, 解散 睡在床上的是婚身 坐在你面前的当然是本尊 三少爷知道我喜欢山上的月色 我也想体验一下宋燥的月光 可惜两个都做了不足之客 此乃, 来而不枉, 非例也 三少爷在我这里 除了找到白酒和豆干之外 还找到什么 当然了 我在你屋里面所找到的东西 绝对不会让你在我屋里面找到的东西 你一向都找得到你要的东西 这些是你的看家本领 三少爷过掌, 大概你猜不到 我在你那里带走的只是一股香味 蕭霜女房中的龙檐香 如果我是国下的话 我就会把这件衣服 挂在后院堵浪十天 让香味散掉 为什么呢 人生难留女儿香 更何况是这么高雅 这么美丽的蕭霜女 以三少爷的身份 被指为蕭霜女的任莫之斌 并非一件光大门尾的事 但也不至于是罪大恶极的事 童兄 如果你熟悉我祖宗三代的风流史 那我和我的祖先比起来 算是小毛见大毛了 暗堂案发之日 如果三少爷无法将当日的行蹤表告明白 那今天下午小四胡同的不敬之邀 还会一再重演 童兄既然针对我而来的 是闻是无 我一律奉陪到底 我想可可不可以 往下的人 你不守住 你不守护补 最后还会伤害了 这会很少睡觉 会 verbal性 但已经不守护补 可能对我而言 好的 我和你心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乔れた项目的 让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识是会以后的心愿 而非他们被理解 现在今天我们想就科书 你能做什么 这些効果是必责的 所有事情要做的 都奉剂者 强奉的是 做了一个实识 齒養的墳墓 憑我每個月的賣命錢 只有一件事 到年底應該可以完成我這個心願 今晚 就是為了翠良這件事 翠良在山上住了兩個月 被我們一家人帶來了難以忘懷的法 直到現在 我們有空就在紫苓寨懷念他談的 花蕊靜春風 這是翠良與府上的緣份 而促成了我和三少爺之間的緣份 三少爺對翠良如此盡心盡意 他在九泉之下當然是感激萬千 所以說 這百二兩尺的還望同兄 替翠良收下 收了些金錠 翠良的份是起了 但是同某這把劍就洗不開 他入土之日就是我撞劍之時 說得難聽一點的 叫我這下半世怎麼過呢 你我之間的緣份又怎麼續下去呢 同兄這番說話說得太遠了 今天有言在先 請同兄記在心裡 哪一天你離開宮門 哪一天就請你上山 酬勞是你目前的十倍 每年加兩成 至於緣份 我兩夫婦 和翠良結的是善緣 而和你結的是惡緣 同兄何不化惡緣為善緣 化敵對為朋友 如果翠良全下有知 讓你為他起一座看玉砌成一幕 高興得多 那真是十全十美的事 在下是鄉下人 生平還沒見過這麼金光閃閃的事 你就是怎麼拿來的 就怎麼拿回去 拿了這些金錠 和翠良起的不為貌 而是靈 落成之日 不是被炒劃空的 就是皇上派人來把他移平 你的一番好意 最後會變成我胸口的一塊石頭 吞就吞不下去了 套也吞不出來 你還要堅持那個藍色 你還可以把那些藍色 你還要堅持這種很厭 Pepper 你還是堅持這個煙瘀 你還要吃得到 你還要去那些藍色 那你還要這香氣 你還要不給你 你還要不給我的藍色 我還要振不出來 你還要作賣 你還要去他 你聽到嗎, 要用汗玉替你起座墳 我拒絕了, 不怪我吧 真的有這樣一天, 你就不是曹翠鵬 曹翠鵬只有這樣一堆黃土的味道 我建心了, 聞到你 我愛你, 我在紅色的地方 我愛你 就這樣說, 我也會準備好 我愛你, 我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感谢观看 少爷 有没有不见了什么 没有 什么都没有不见了 没有不见就好了 好晚了 少爷早点休息 上来这里找证据 没那么容易 好, 谢谢 多谢, 多多光顾 两位叔叔来了, 请到里面坐 我们不空坐 你说过叫我们来拿钱 我们还有事, 拿走就走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只是现在生意不好 虽然说过今天还二十两给两位 但现在只剩一半, 我就拿给你们 一半?今天这个日子是你们自己定的 本来说明还二十两给我们 为甚麼只剩一半 两位叔叔, 你看 是呀, 整间店只有我一个人 真是顾得头来也顾不到 也不知道多辛苦 只签到这十两元 请你再宽限多一段时间 就算我怎么辛苦 也会把钱还给你们, 好不好 不是说我还你 看你年纪轻轻 为何记性那么差 是呀, 上次明明是你自己说好了 你今天还不够二十两元 我们就把衣服拿走 怎么样 是不是想我们把店的衣服拿走 不行不行, 怎么办 如果把衣服拿走 其余的钱我怎么还得到 不用理他, 动手 动手, 动手 你不要这样 两位叔叔, 两位叔叔 留下衣服, 留下衣服 叔叔, 看着万智王份上 请你让路我们孤兒寡夫走 走開 那算是怎么样 不過区区十两元知道吗 難道真的要搞出人命 佳法伦, 你也在了 我出月跪 是说个人不算素的人吗 实在是生意难做 你不会叫我 为了区区十两元去谋财害命的 你来给我停手 好 公天化日, 劫婆搶劫, 要甚麼場 汗佬, 我们是来收帳的 不是来搶劫 你不信, 你就问他 我欠了他们十两元还不到 他们要把我们的衣服全部抢去 我这里的衣服至少值二三十两元 他们凭甚麼要把这里的衣服抢走 你们听着 这里的衣服一件都不准拿走 老舟租了什么 我一定要你们全部送回来 少了一条线, 我要你们赔回一批布 汗佬, 你这只是偏袒吹月跪 这条线怎么可以这么算呢 看来你是他背后的靠山 怪不得他赖帐了 那这些银子我们要到何时才能收回 你们拿着我这个腰牌去玄牙找师爺 商量借着十两银子给你们 我保证你们一分一毫也不会少 怎么样, 不想要 我改变主意, 连一个帮也拿不到 汗佬, 这么多银子 衙門可以先占着吗 衙門会扣我去捧银 三几个月就能还到的 那我就分三个月把银子还给你 不用了, 捡两条褲子给我就行了 你要褲子 十两银可以买到几十条褲子了 你哪儿穿得这么多 你不知道的了 我穿得很粗的, 一着就烂了 一年我要穿成几百条褲子了 三少爷, 为什么你进来一点声都没有 我怕打断你的思路 这块银子很奇怪 今天看它是这样的样子 明天又变成另一个样子 按你这么说 这块银子是生的 你别吓我了 你如果吓我的话, 我就收刀了 我说不是纠纹变, 是你的心变了 自从你来这里 你的心还没安定下来 和你的指灵齋融为一体 或者, 或者就是这样了 那为什么呢 是嫌这里太吵了, 还是太静了 那些...那些传说令我很不安心 你又没做虧心事, 怕鬼敲门 其实鬼并不可怕 鬼处于弱势 你不犯他, 他不会犯你 反而人就比鬼可怕得多了 人是强势 你不犯他, 他偏怕你 所以人比鬼可怕得多了 你知不知道 我今天来这里是想做什么 三少爺一向来无影去无中 我又怎么猜到你想做什么呢 我是想请你陪我上山去拜廟 好, 那带三少爺一起去 免得她在家里这么闷 我问过了 她昨晚睡不着, 今天想再睡 那...不如我再去问问她 不用问了 免她去到也是乌眉乞水 说不定走到半岛就吵着回来 那...带小雀儿去吧 小雀儿有通靈眼去拜廟就最好 今天早上她有一些卡 大夫吩咐落 要她不要吹风 我看, 不是我没有跟子凌齋融为一体 而是三少爺和小雀儿 都没有跟你这座云翼山庄融为一体 果然被你说中了 这个正是云某伤心之柱 三少爺, 我随便说一下 趁现在好天, 我们快走 走 少爺, 有出门了 方儿 去问一下少爺去哪儿 是 我找到一条大迷 还快走 我找到一条大迷 我看你 是想到一条大迷 我找到一条大迷 还带我 我把乌云 你把乌云 得不得了 我看你 你把乌云 我看你 我看你 你把乌云 都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六姿姑娘, 我有件事想請教你 我看你用紙握刀非常穩定 不知道你用針的技術如何 用針? 我不懂用針的, 我也沒學過 我看老夫只是用針能守 你不懂用針, 豈非可惜 玉石雖然硬, 我下刀快 人肉雖然軟, 我就一針也刺不下 因為我知道, 玉石如果開錯一刀 我還可以補救 但是人體如果刺錯一針 就會造成不幸的後果了 原來這樣, 我還以為你是老夫子的傳人 還打算向你請教 那你就真是找錯人了 我對用針可以說是一竅不通 那你呢?你對這方面也有研究的 我?你對用針是一竅不通 我對用針簡直是老鼠拉龜 你有沒有拜過師? 我正打算拜你為師 現在看來也拜不成了 你以前有沒有看過甚麼書 或者秘笈之類? 有這種書和秘笈嗎? 我爹那裡有幾本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研究的話 我可以給他借給你 看我就有興趣看 不過日後不要亂為金蛇探穴的嫌疑犯就行了 看歸看, 千萬不要拿針亂試 見人就刺, 見人就刺 那就一定闖禍了 別說金蛇探穴 我看萬箭穿心也有這個可能 如果真的到了這個地步 我看你那位童大哥 一定陰魂不散跟隨我左右 為甚麼你對童大哥好像很有成見 怎麼會這樣呢?其實他這個人不錯 其實我們相處也不錯 昨晚他到雲府走了一趟 我呢?也送了一回拜他 原來昨晚這麼熱鬧的 我們也好好談 喝了他的白酒 還吃了你老的豆乾 有這麼好的慶節, 你為甚麼不帶我去 你想去嗎? 好, 我們今晚再去一趟 我也很想去 但是一想到童大哥的樣子 冷不冷, 熱不熱的 真是掃興 那就是了 是甚麼 你也不明白 他對你時冷時熱 那就證明他緊張你了 他對你冷, 怕你嫌他古板 對你熱, 又怕你嫌他輕挑浮草 就像一個雪球揹在手心上 捏緊一點, 又怕水 鬆手一點, 又怕他跌到地上 你這樣形容, 真是挺貼切 只不過我不知道 童大哥他會把我 當作雪球一樣揹在手心上嗎 如果有這樣的一天的話 無論碰碎也好 跌到地上也好, 我也願意 你說這句話給我聽 我就沒甚麼所謂 但是如果讓你喜歡的年輕人聽到 我想他生氣得撞死一隻牛 老實說, 如果我發起惡上來 就算對著童大哥 我也不是人敢的 口是心非, 口是心非 別以為你可以幫藥水出主意對付我 現在碰到你自己的切身問題 就不知道怎麼辦, 是不是 不要緊, 這次輪到我幫你拿主意 下次遇到童林 你就擺出一副神器的樣子 看不看他 開口雲三少爺, 埋口雲三少爺 你看那個童林 他如果不露出七情六欲 三天四島的醜態 你就拿雲三少爺這個人頭 去當椅子坐吧 你胡說, 你胡說 易之妹 易之妹 我說麥姑娘上了車和少爺一起出去 你偏不相信, 是不是呢 沒有人在了 那她和少爺去哪兒呢 說去山道走走就回來 還去哪兒呢 為甚麼不告訴我呢 讓我去走走 說不定會翻風的 你不去也是好的 你有沒有發現少爺對麥姑娘 好像有點不同 怎麼不同呢 常常都喜歡來這邊 見到人還沒開口就先笑 他和以前不是不同了嗎 少爺去王五爺道, 你說不妥 少爺去小四湖童道, 你又說不妥 那少爺在山上就只有來一下子齡齋了 你嫌少爺笑得多 少爺當人對著哪位漂亮姑娘 都是笑嘻嘻的 銀蛙在這兒, 少爺不也是這樣笑 翠娘上了宮, 少爺不也是這樣笑 燒雙女來了, 少爺不也是這樣笑 麥姑娘是她請回來叼飛雲咒的 那自然笑得更加迷人了 呃 呃 sans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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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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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